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 尤世宏 應該是這樣說啦 今天很開心來主持這個我的祭母 叫做 講講講講你愛英雄 算了,我們直接邀請今天的來賓 歡迎曹耀文 剛剛我聽了什麼南國語言 觀眾面前耍大招的部分 哇塞 真的很爛喔,我的台語 我的天啊 那今天曹耀文為什麼會來上我們節目呢 今天應該是說主要來宣傳那個 南方音樂節 南方音樂節 南方音樂節的那個線上演唱會 這個音樂節其實歷史非常悠久 從1987年開始成立 到現在也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這段期間 包含前幾年的疫情雖然停辦過一屆 但是在去年他們就用線上演唱會的形式 來呈現這個音樂節 而今年2022 一樣也是透過線上演唱會的形式 那台灣呢 派出了六組非常厲害的音樂人 其中一組 就是我們的曹耀文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今天在節目之中呢 會讓大家更了解這個音樂節 也更了解 曹耀文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台語歌后呢 請大家期待一下節目內容啦 但是照慣例我們還是要快問快答一下喔 好的 好 第一題喔 因為今天是來宣傳南方音樂節的 它是一個美國的音樂節 那除了台灣的粉絲以外 你有什麼特別國家的粉絲嗎 因為你主要是唱台語歌 有什麼特別讓你嚇到 原來你也聽過曹耀文 應該是新馬地區吧 喔是嗎 對還有泰國的 泰國 泰國 他們之前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然後有些泰國的粉絲會來台灣看我耶 泰國的朋友 泰國會講台語嗎 他應該好像是華僑 但是他不是坐在泰國 他好像是爸爸是媽媽是泰國人 哇好讚喔 這讓我想起之前一個新聞 就是紐西蘭的一個爸爸 然後他的兒子好像過世了 然後他聽過江蕙的某一首歌 可是他從來不知道這首歌是什麼 於是他就來台灣坐計程車 聽到這首歌就問那個司機 然後一邊聽一邊大哭 哪一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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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越清醒 對 好 總而言之呢 音樂不管是什麼魚種都能夠散播出去 只要你是好音樂的話 好嗎 接下來問題比較尖銳一點點了 因為 前幾天在大港的訪談之中 忽然蹦出來一個巨大的新聞 那 相信大家應該也都有看到這則新聞 就是 蔡爾文非常自在的 非常 悠然的 就說 欸 我是拜啊這樣子 那 接下來這一題是 當時放話說今年底要出新專輯 對 那新專輯假設只能找一個人合唱 合唱 對 你要找 在你前三張專輯都一起合作的好朋友 許富凱 還是你要找邵宇薇一起來合唱呢 如果只能選一個的話 蛤 蛤 邵宇薇你可以答應我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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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刁鑽的議題 很有可能會被咔掉的議題 沒關係我就問看看 因為 蔡阿文本身也是金曲第31屆的金曲評審之一 那個時候新人講就是 地獄之祖別 當時你投票的人 是持修還是養士豪 哇賽 好啦 更多精彩節目內容 更多關於蔡阿文創作的心路歷程 就在我們說說說說說你愛音樂的正式節目喔 明天晚上7點請鎖定各大Podcast平台 搜尋說說說說說說你愛音樂 現在我們先跟鏡頭前的觀眾朋友說一聲 掰掰吧 掰掰